好了,送送给大家第一个节目 是一场节纸戏《南塘残梦》 这场戏,这个故事内容大家都很熟悉 因为李后主归航北宋之后 被封了一个很耻辱的名字,叫做《遗命侯》 到宋太宗之位,对他们两人加以凌辱 但唱歌大家听得多了,节纸戏更加好看 为什么呢?因为我们可以欣赏到 李玉和小舟如何演员出他们那种 悲哀、无奈与相同 为我们演出的,我们有请王二二 他饰演《李后主李玉》 而先小舟是由何文卿饰演 请大家细心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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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冬老 向冬 来 优优独播剧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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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千塵 优独播剧場 优优独播剧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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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場 优优独播剧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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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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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場 优独播剧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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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場